今天来介绍这一套两侧的教材 是Mathamere编的 适合给喜欢轻柔音乐的学生们使用 先来看看它的第一侧 Zither Harp 这一首左手就是Domiso 我们要会的Do Fa La四季 其实下一个和弦呢 它把它Do Fa La再摊开一遍Do Sol Si 所以就多了一个七和弦 就让这个音乐特别的好听 所以其实它前面两行就只有 Mi Fa Sol右手 Fa Mi 有没有Mi Fa Sol Fa Mi而已 好到第九小节的时候 它转到La Si Do La Mi的位置 小调的位置 然后呢又回到Do大调的位置 好它的下一段下一面 其实是刚刚这个第一段 Do Mi Sol现在让学生练 So Mi Do 所以刚刚的Do Mi Sol Do Fa La Do Sol Si 现在变成So Mi Do La Fa Do Si Sol Do 所以也是一首很简单的作曲元素 构成了一个很好听的曲子 Zither Harp iz RGB A Ooo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首曲子让学生练 A小调的位置 但是他用一个也是很好听的左手 三和弦分散和弦一直往下而已 所以下一个位置是SUSI RE 下一个位置是FALA DO 下一个位置是MI SUSI 就是一个三和弦往下的概念而已 然后就变成FALA DO MI SUSI RE FALA DO 再来就是初学者需要的五度的概念 也是往左边移动 但是他配上一个漂亮的右手 VAL MI SUSI 所以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材料 去做了一个很好听的音乐 这首曲子让学生学F大调 那他同样都是这样的开头 只是呢 第一句 第二句还是FALA 好展开 那展开之后呢 到第三行的时候 他训练学生左手的主旋律 好一样RASI DO 接下来右手RASI DO 这样就可以构成一个很好听的曲子 然后他希望弹慢一点 所以我刚刚弹的有点太快了 但是快速的让你们知道这个曲子长什么样子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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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让学生练声部 如何去控制它 还有一个按长音 初学的小朋友可能需要练这个长音 然后其他的是一排 长音按着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长音按着 下面这几个是伴奏 它小声 上面学旋律用力一点点 这个是伴奏轻轻的 去练它的声部的层次 好 RE是主要旋律 所以RE大 其他小 好 你会发现我如果没踩大板 其实也蛮好听的 那学生学会控制高音的旋律 大声伴奏小声 好 接下来那一面就是高八度而已 好 接下来那一面就是高八度而已 这首比较轻快的曲子 再练SODOMISO 这样子一个和弦 然后SO DO MI 然后他有SO 好 又有SO MI DO 和弦的转位 SO DO MI 跟SO MI DO跳回来 去做这个曲子 然后加上一些升降记号 就会让这首曲子很好听 它的左手也是一样 DO RE MI RE BASS C有时候是5度 有时候是6度 好 DO C DO C 5度 好 就构成了 因为这个C这样的关系 构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声响 那因为这是最后一首了 所以它稍微难一点点 很可爱的一首曲子 这些曲子很简单又很容易上手 适合给学情一年以上的朋友使用